智慧 智慧还是智慧 所以修行修什么 修智慧 如果你说你这一辈子都在修行 最后智慧是被人家看到是如此的 哎 薄弱 那你说你在修什么 你白修了 对不对 就是这样 所以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就说你在这一刻 你知道错了 你知道立刻忏悔了 而你的忏悔不是挂在嘴边 是真实的忏悔 而且知道自己干错事了 那也许就有补强的机会 是吧 就有可能跟当事人言和的机会 可能知道怎么去改变的机会 你还是 口口声声说的都没错 都没欠 是吧 都没有 都没有 那后面就严谋王说的算了 是不是 所以 修行人还是要踏实一点 嘴巴讲的 何与天地真理 身体做的 何与天地真理 不是说 你都知道事实了 结果你嘴巴说没有 那严谋王说有 那你怎么说 你跟严谋王打架 不可能嘛 那他总是有那个机制 放在你面前 秀给你看 你错在哪里 你以为天地没有这个机制 天地有这个机制 就像很多人 他这一次突然 突然走 突然 要去 下一站报到钱 是不是 他突然发现 哇 怎么这么多画面 穷在他前面 呼噜呼噜的 都秀出来给他看 真人真事 在这个事件 都已经很多人告诉你 说鬼门关前走一遭 他都可以这么干 对不对 那你说严谋王今天 他要秀给你看 你的对错 他没办法 他绝对有办法 所以事贵于圣事 如果严谋王说 你这么难 难懂啊 这么难度 那你在世间看清楚 那你更累 那你更累 今生就吃下 因果二制的果报 让你生不如死的时候 再把画面在你前面 一直秀给你看 你为什么现在会得 得这一幕 让他秀给你看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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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秀给你看 你前面 你前面 口口声声声说懂因果 但是 所言所行呢 都背于因果 他再秀给你看 你是这么样的口是心扉 他就在这一时让你现果报 你那时候该怎么办 你有没有想过 不是不报 是后味道 不是不可能的 是天地要运转事情 他怎么样都有可能会成真 所以你不能小看天地的能耐 天地的智慧 你也不能小看 人世间还真的有城隍 还真的有黑白无常 还真的有这个 你去那个城隍庙里面看到的 他不是 就是去参观而已 还真的 有奇象就真的有奇惯力 他真的做些事情 你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所以你真的不要以为 是庙里面的那些神像在吓你 不是 你说等到他真的得到你 他真的就叫你 说清楚讲明白的时候 你就难过 对